这就是我们宜兰的守护神龟山岛 但是我这个龟山岛的表现方式就比较特殊了 我把这个海面呢 用80%的比例来画这个海面 这个海面其实为了表现这个海的一种 伟大跟壮阔跟深层不可测 所以我在底色上面用了很多颜料 然后利用颜色还没有干的时候 用大笔刷刷出这种非常奇妙 非常一种奥妙的色彩的表现 同时也留下这个笔刷的刷根 然后上面跟下面的部分在用画刀 刮出这种厚头的痕迹 所以表现出来这个画面 海好像在一直在滚动 可是老师你那个海的颜色挑的很梦幻 对这个颜色其实用的非常丰富 里面有玫瑰色有紫色有蓝色 有浅黄色鹅黄色还有白色灰色 对啊一般人海不会有这种颜色色调 对所以其实这一片的海才是这个画面的主题了 你看这个海应该多富有想象力 好像海就在我们面前这样滚动一样 可是又跟一般的海又不一样 尤其这个右上角这个白色的不太清楚的一个渔船的痕迹 它好像也跟着这个海融成一体了 分不出什么是海 什么是船 龟山岛虽然是我们这个画面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可是它反而在远方非常静谧的一方呢 一种静态的一个感觉跟前面的海呢 是形成一种对比 静与动的对比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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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